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辑的锚点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小白人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做了三个图标 一直在用小黑人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小白人了 那中间这个圈呢 我们是不是直接减掉就可以 减掉之后我们再增加一个圈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制作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好 我们来制作一下 我们先选择一个圆角举行工具 对不对 我们开始制作 你们在制作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们这个圆角都规定为一个圆角 你比如说咱们想要是 你比如说咱们想要是